Hello大家好,我是小牛哥 今天是美国的4月4号 但是在今天 在美国新冠状病毒的患者 已经高达30万之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很想知道 究竟是亚洲超市 做防护做得好 还是美国超市做防护做得好 因为这个非常的有必要 所以说为了得到这个答案 我们今天走访了 我们村的一个亚洲超市 和一个美国超市 我们开车从家里出发 一直到商场 大概这一路有20分钟的样子 然后我们这一路 我们并没有看到 有很多的人戴口罩 偶尔有一两个人 但并不是很多 甚至有些人 他们坐在椅子上聊天 看报纸 他们其实距离都没有很远 在我们到达了以后 我们发现 就是亚洲超市 它一次性只允许15个人进入 如果是有多的人 你必须要在外面排队等候 同时我们也发现 有一些美国人 他们只是在购物的时候 戴口罩 然后他们从超市出来的时候 就把口罩摘掉了 这个大妈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而且非常的善良 所以我们并没有去采访它 我们在排队等候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 在给购物车一辆一辆的消毒 我们会把这个消毒液擦洗一下 把每一辆擦洗过后的购物车 放回远处供客人使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超市的工作人员 在给客户发口罩和手套 这一点我还是比较震惊的 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做得这么好 然后我们看到超市 其实这边是卖中药 还有卖一些干菜的地方 但是现在这边都已经没有货了 当我们深入到超市的内部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亚洲超市的货 还是蛮齐全的 除了螺蛳粉 它没有很多的货 其他的饼干或者泡面 以及我们正常吃的大米 它也是没有限购的 但是货还是比较全的 在结账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用了一个铁链子 把顾客和收音员隔开 这样就可以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距离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会保证收音员的一个安全 可以是会诞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满地间的都是 一次性的口罩和手套 在这边第一次做完消毒以后 去采访了很多的顾客 你好 您最近有去美国超市吗 美国的超市有 我去啊 就是你觉得美国的超市 或中国的超市 哪一个做防护做得好一些 我们这边做的防护比较好一些 他们也没有带口罩 没有带什么手套 他们都没有 都没有 他们就是每个超市 会有发的手套吗 没有 这是上个星期 不是这个星期 上个星期 对 我等下会去那边 他是说这上午他们就会打进 所以他们在里边逛超市 也没有 上个星期没有 没有手套 没有口罩 那我们如果建中国超市不戴口罩可以进行吗 不可以 不可以 这边不行 东方的不行 必须要 都必须要戴口罩 哦 这样 就是 面对美国人很少戴口罩怎么看 要有科学的根据 就是说如果有戴口罩 其实是有病的应该是要戴口罩 那没病的话 如果你就没病没咳嗽 就可能 但是冠状病毒而已又没有 没有症状的也可能会传染 所以虽然是说最好是都戴口罩 如果你比较东方的国家 跟欧洲跟北国 现在他们疫情的控制 东方亚洲这边的控制人家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戴口罩 可能有可能有 有可能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后来结果不可能 对 有人说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自由的世界已经占据了人民的心 政府说什么人都不会听 然而我们就看到了 真的是有用围巾在遮住自己的美国人 我觉得政府说话他们还是会听的 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美国人他们会自发的戴口罩 而且会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这一点我认为他们还是有这个意识的 然后面对这个情况 我也写了一点小小的水笔 然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开始我是本来不想发这种视频的 因为这种话可能对我这种只有10个小粉丝的小小UP主来讲的话 可能并没有人看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只有10个小粉丝 但是我还是应该把我现在身处的情况和状况 以及我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告诉大家 分享给大家 我们都知道2020年的4月4日是中国的全国哀悼日 当然致敬英雄 中国因为有了无数个平凡的英雄 才有了现在的安稳 所谓的英雄 在我认为 不只是那些在战场上抵御敌人的军人 还有在第一线的医生 甚至在疫情期间为了维护治安 配合检查的每一个中国人 和爱中国的人 以及爱世界的人 中国的做法是不是像外界媒体说的那样剥夺人权呢 我们说的是封城这个事情 我们从现在就可以看出来 它确实是一个有效的事情 单独就对比中国和美国来讲 中国至少把疫情控制住了 并没有让它继续发展 什么是人权呢 我认为活着才有机会去讲人权 如果说人都死了 讲什么人权 比如说你和纽约的那么多死的尸体去讲 是不是只有鬼才信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 真正的重视起来这一次疫情 所有的事情 都要真正的把生命放在第一位 希望美国安好 希望世界安好 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所有 所有值得帮助的国家 就是我的心得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一切安好 那我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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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